沒想過原來鼻吻是可以斷尾 很開心 前陣子我都病了 令氣管很敏感 咳到想死 繼續吃XX 補一下肺 很快身體就回復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騰騰麗明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鼻吻很嚴重 一般人味道 黑切就先到 不知道是否因為這三年來 不斷戴著口罩 突然間沒有了 真是適應不到 經常去到哪裡 都覺得鼻子很癢 很想打一次 特別是早上和晚上 用半盒紙巾 有時晚上又會鼻塞流鼻水 完全分不到 以後會令頭痛到爆 我還試過很多次拍拍戲的時候 忍不住打黑癡 結果踢得明明很好 都要NG 遇著凌晨的時候 真的怕阻擋人 有一陣子 試過眼睛那麼狠狠 不斷流閒水 以為自己戴抗戴得耐得罪 去到看醫生才知道 原來是鼻吻 透過鼻淚管蔓延到眼睛 那時才知道 鼻有時是這麼嚴重的 那次醫生開了藥和噴鼻劑給我用 一開始時是有些用的 但一停了又翻發了 上網說有副作用和依賴性 所以我都立即停了 直到有次化妝師問我 為何有這麼大的黑癡圈 我跟她說是因為鼻吻所以這樣 她立即介紹了我吃這隻 草肌重組 CS4 說很有用的 她說得這麼溫 我當然是立即試試 效果真是有驚喜 我那時應該吃了兩個星期左右 晚上已經完全沒有鼻濕 平時早上不停打黑癡流鼻水 現在打一兩個黑癡已經沒事了 到現在我想應該吃過三個月 基本上鼻吻完全沒有再發作過 多層冷氣的地方 早上晚上一律沒事 我真的沒想過 原來鼻吻是可以斷尾 超開心的 所以這一隻我不停介紹給朋友 還有小朋友都可以吃 而且草肌重草CS4 還可以強肺強呼吸度 很適合病後調理 我分享一下 其實前陣子我都病了 令氣管很敏感 咳到想死 電影好像卡住卡住 說話又沒有中氣 每個人都叫我看中醫調理一下 但我真的沒時間 所以我都會繼續吃CS4補肺 很快的身體就回復 一星期左右就已經沒有咳 反而我的助手看中醫 整個月都還沒康復 介紹給那麼多人 當然我在網上都做了功課 草肌重草是用了一隻 叫做CLC冷笑嘴的技術 去提煉重草入面的有效成分 所以活性足足比野生的重草高9.5倍 自然真的很快見效 而且因為沒有經過烘焙 保而不燥 三到八十歲都能吃 家裏有小朋友和老人家 都可以一起吃 還有市面上 只有他一隻 有加了大豆卵蘭脂 可以做補肝 好像弱癮一樣 幫身體加快吸收 松草的精華 那就解釋到 為何吃了兩個星期 已經這麼有效 我看過官網 都看到他有92% 改善呼吸度健康 鼻敏 氣管敏感 通通都解決到 還可以88%增強免疫力 現在免疫力低一點 就真是很容易再中招 我和我家人 現在保持著一天吃兩顆 每天都很精神 非常推介給 有鼻敏 或想調理身體的人士 快點去萬寧 或是Sinnomore 買一盒試一下吧